年底的2018大选 绿营在新北市布局还是个谜 传出根据民进党内部民调 征召前行政院长苏贞昌 回归新北的可能性不小 征召也是要看谁的民调最好 那要从有意愿的人选中来挑 所以我希望党能够照机制来走 当然有跟我父亲聊到这件事情 那父亲的意思就是 全力支持吴秉睿 苏贞昌力挺子弟兵吴秉睿多时 但抬轿的有没有可能变坐轿 现在台面上老早就表态的 包括立委吴秉睿罗志正 还有台北市副市长陈景俊 无奈民调不见拉台 加上基层评点名 应该要派出院长级大咖迎战 因此除了前行政院长苏贞昌 游锡昌最有希望外 连现任院长赖清德等天王级选将 基层也不放弃希望 到最后是谁出现都还有待观察 但是无论是谁出现 对于民进党 我想推出游锡昌跟苏贞昌 其实对于民进党长期世代交替 我想是没有办法对于 民进党基层党员有所交代的 世代交替本来就是一个大的趋势 但是在不同的阶段里面 它的考量不完全一致 那不管怎么样 我想党中最重要的考量 还是要胜选的考量 要如何收复六都唯一的蓝天 最后还是要蔡主席开口说了算 但若是老将再度出马 也显示出绿云在北台湾的世代落差 新鲜度不够 选民还能买单吗 牵动着不只是新北市版图 也将会连带影响到2020大选 华语新闻江显灯 王长卢台北报道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